Hello 歡迎收看阿SHIBA TV 今集我們會介紹北海道新鮮水機場的美食 還有機場的商務Lounge 以及狗體的商務體驗 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這個YouTube Channel 想知道最新的旅行資訊 記得Follow我們IG START 每次來到新鮮水機場的雜坊和我校店 都會見到長長的排隊人籠 究竟他們在排什麼呢? 原來他們在排的就是之前 日本電視台也報導過的極上牛仔雪糕 排隊時間可以看其他手信 這個是我們上一集介紹過的牛奶餅乾 如果有興趣想知道更多 記得看我們上一集的影片 走了大概10分鐘就到我們了 其實牛奶雪糕每支是430日 可以看著店員在這支雪糕 1 2 3 4 5 6 7 嘩 吃七層這麼高 雪糕的口感紮實又滑 又超級臭牛奶味 真的很好吃的 難怪這麼多人排隊 另外這個G-START也很好吃的 來到記得買買 2 2 個想介紹的是 美蒜果機場店的粟米包 每天早上8時至下午3時 每隔個半小時就會出爐一次 排隊等時間可以看它的粟米湯包 湯包加熱5分鐘就可以撕開它們喝了 很好吃的 還可以買它的即食咖喱 麵粉和乾的粟米粒粒 粟米粒粒有分大款 一份是原味 另外一份是加了醬油 我們比較喜歡它的原味 這支Yogurt也是很好喝的 它會比較結身 還有超級重藍味 等了45分鐘 油、鹽和味精 我們分別叫了鹽味和味精湯底 味精湯底會濃微一點也有一點辣 它的拉麵真的非常彈 味中不足的地方是叉燒比較難咬開 如果你這次是搭Business 又或者你是VIP會員 就可以用這個Royal Lounge 它是在國泰的登機集口外面 裡面有淋浴間 可以衝過來才上機 我們那天大概兩點鐘去到 人流不算多 一起來看看這裏有什麼食物 有牛角包 湯咖喱 拉麵 腸仔 煎蛋 炸雞等等 食物的選擇不算好多 不過酒的選擇就真的超多了 有紅酒、白酒、威士忌、梅酒 還有一會兒會介紹的啤酒 超熱、未上機先喝醉 很喜歡這款叫國善無雙的梅酒 它的甜味和酒味平衡得很好 如果喜歡這枝酒 也可以去樓下的免稅店買 飲品的選擇 還有咖啡、汽水等等 特別想推薦這個自助啤酒 用啤酒機 用啤酒機沖出來的啤酒 真的超多泡泡 喝下去不太苦 超熱入口 食物方面來說 炸雞是蠻好吃的 很熟練的 所以其實是很厚的 牠牠叫它 不過這個薯粒就不太好推介了 拉面當然沒有拉面 對牠那邊那麼好吃 不過它是正常常常中規中矩的 而湯咖啡就非常出色了 如果你喜歡飲酒的話 記得拿這個芝士用來配酒在一樓 這次我們搭國泰的商務客位是珍珠來的 座位以1 2 1的方式排列 可以180度平分 今集主要想分享國泰的商務用餐體驗 既飛機起飛之天可以點一杯Welcome Drink 我們今次叫Cafe Delight 喝下去是稀生的奇異果汁 起飛之後我們點了一杯叫做混狗的酒精飲品 它是加了少許檸檬汁的Voka 前菜方面我們點了雜錦海鮮 雜錦海鮮包括白爪魚、蝦和三文魚 另外也有冷麵、沙律和蒜蓉包 白爪魚和蝦味道一般 三文魚、半生熟 真的很好吃 拍給大家看這個是另一款前菜 前菜所包括的沙律和辣麵都正正常常 沒什麼特別 但是它的蒜蓉包也做得很出色 很香、蒜味、又熱、辣、辣、辣 配上這個牛油一起吃 真的很好吃 另一方面我們點了焗大腿木魚 它不是很生 也很好吃 吃完麵之後 還會有芝士、水果和蒜蓉上 那幾封芝士我們都很喜歡吃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這條影片 還有Subscribe我們這個Youtube頻道 想知道最新的旅行之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